我们现在进行分屏电路的一个分析 为什么放那么多事件 运用刚才我们PMC它的顺序动作的这么一个原理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从第一个周期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周期 X0.1按下去 你按下去之后 X0.1一按下去就可以接通 好 就接通 R20.1 那么在运用程序之前R20.1是断开的 那么它的长臂触点呢 也是接通的 它长臂触点就接通 那么R20.2就接通 R20.2就接通了 X0.1接通的 X0.1接通的 那么R20.1也接通了 所以R20.1也接通了 好 运行完上一条程序之后R20.2是接通的 Y0.1还没运行之前 Y0.1是断开的 那么Y0.1的长臂触点是接通的 所以这两个是接通的 这两个接通之后 Y0.1就接通了 那么不管下面到底怎么接通 它Y0.1可能接通了 所以第一个周期运行的时候呢 R20.2 R20.1 Y0.1是接通的 再看第二个周期 就运行完 这个程序运行完 一遍之后 我们它是因为循环扫描的 我们再看第二个周期 第二个周期 X0.1 因为它是继续接通的 R20.1接通了 所以它应该以上一个周期 运行完的之后结果 上一个周期 R20.1是接通的 所以R20.1的非就是断开的 它一断开 R20.2就断开了 R20.2就断开了 第二个周期就断开了 X0.1接通 R20.1接通 所以R20.1接通了 好 再看看Y0.1 R20.2是断开的 所以上面这条路 就不可能接通了 我们就不看了 R20.2是断开的 那么它的非就是接通的 然后Y0.1上一个周期是接通了 这个地方是接通的 所以这条路就接通了 这条路就接通了 Y0.1就是接通的 那么这是第二个周期 第二个周期 这样的一个结果 第二个周期是这样的结果 好 然后我们再看 因为X0.1没有变化 它后面的 后面的持续结果 它不会变了 不会变 直到X0.1有变化之后 它都不会变 那么一直持续到什么呢 我们就知道了 第二个周期了 第二个周期 X0.1断开了 X0.1断开了之后 我们看看它说出的效果 X0.1断开了 那么R0.2就肯定断开了 R0.2就肯定断开了 R0.2就断开了 那么R0.2就断开了 好 X0.1断开了 R0.1呢 也是断开了 R0.1到第N个周期了 它也是断开了 好 Y0.1我们来看 R0.2是断开的 所以第一条路就肯定断开了 我们不看 R0.2是断开的 R0.2的飞是接通 Y0.1在上一个周期是接通的 所以这条路就接通 Y0.1是怎么样 继续接通 好 继续接通 一直到X0.1 断开之后 Y0.1仍然是接通的 仍然是接通的 好 我们再看 再看 这个呢 会一直 第N个周期 会一直持续到了 X0.1再有变化 我们再看呢 当到第K个周期的时候 X0.1 又再接通的时候 Y0.1有什么变化没有 X0.1 这是第K个周期 这个图了 这是第K个周期 第K个周期 X0.1 接通 R0.1 我们看看 那么R0.1 我们要以 第K个周期的前一个周期 R0.1的状态 前一个周期 它是R0.1断开的 所以R0.1的非 就接通 R0.2 接通 那么就是R0.2 接通 X0.1 这个时候是接通的 所以R0.1呢 也是接通的 也是接通的 好 再看Y0.1接不接通 R0.2 R0.2 接通 Y0.1 上一个周期 是接通的 所以 Y0.1的非 是断开的 这条路不通 再看下面 R0.2 接通了 所以R0.2的非 是断开的 Y0.1在上一个周期 是接通的 所以 Y0.1也是接通的 这条路也不通 那Y0.1呢 也是断开的 Y0.1就断开了 就断开了 那么也就是当X0.1 再次接通的时候 Y0.1反而断开了 再看 K加一个周期 D K加一个周期 X0.1 接通 X0.1接通 R0.1 上一个周期 R0.1 是接通的 所以 R0.1的非 就断开了 R0.2 就断开了 R0.2 就断开了 断开了 X0.1 接通 R0.1 接通 R0.1 就接通了 这个 R0.2 断开了 所以 D条路不通了 好 R0.2的非 是接通的 Y0.1 以上一个周期 上一个周期 它是 断开了 所以 D条路也断开 Y0.1 继续断开 后面可以自己再分析了 因为这个 我们就得到 你看 X0.1 按下去 Y0.1 接通 X0.1 断开 Y0.1 继续接通 再按一下 X0.1 Y0.1 接通 你可以继续再分析 继续断开 X0.1 继续断开 就是仍然断开 第三次 RX0.1 之后 Y0.1 又接通 就是得到了一个 按一下 接通 再按一下 断开 再按一下 接通 再按一下 这就是 分屏电路的分析 第二点 数工机床 PMC的工作原理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呢 我们讲 第三点 3点 PMC的 原件 在这一部分 我们 主要分为 主要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讲 第一段是法拉克系统 PMC的分类 我们简介绍一下 PMC的 这个类型 第二点 我们讲一讲 软元件地址号的分配 软元件地址号的分配 第三个 我们来讲了 PMC处理的数据类型 三个类型 三个类型 好 下面分别来讲解 首先看 第一个 法拉克系统 PMC的分类 法拉克数据系统 PMC 有 -L型 -M型 PMC -L PMC -M 这个呢 这种PMC主要是在 多数据类型的 多数据类型 零I系统 但是呢 用于零I系统 就要第一档子 B功能包的 和零I mate 我们前面提过 零I mate 和零I区别 零I mate 是精简型的 它用了这个 PMC的类型 SA1型 还有SA3型 SA3型 SA3型 主要是用于零I A的 A包 把零I A的A包 他们 可以封为A包 B包 A包的功能能多一些 还有PMC-SA7的 这个呢 是用于 16I 18I 21I 和零I B 零I C的 A包 把功能抢一下 还有RB5 RB6 这个为16 寫着18型 所以我们在 因为 正因为这个PMC 它有不重要的型号 我们在编写PMC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选择 这个型号 看看你的性质 使用哪一种PMC的 这是第一点 法兰克系统PMC的分类 我们再看第二个 软元件地质号的分配 法兰克PMC里面的软元件 有X 有Y 有F 有G 那么这四个情况呢 前面 稍微提到过了 提到过了 是 机床和PMC之间的信号 FG呢是系统和PMC之间的信号 那么还有R 面部计量器 还有A 信号请求 还有C 继续器 K 保持 计量器 D 数据表 T 可变定时期 L 标号 P 这是什么续号 这是字符 还有它后面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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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看看 机床跟PMC之间的信号 XY X是由机床输入到PMC的形容 还记不记得 前面我们的文化有这么一个机床系统和PMC三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图 那么这个是PMC 这个是NC NC也可以CNC也行 这个是MT机床 机床和PMC之间是X型号和Y型号 那么X是机床到PMC的形容 这个包括操作员由机床操作面板上输入的形容 那么哪一些是可以输入的 按键按键 按键 开关信号 这个可以理解为了操作者发出的 使CNC执行某一工作的命令 它是机信号的指V 也就是我通过按哪个NC的信号 然后使NC得到某种机信号 那么在系统图中 X总是机的控制员 X信号的地址 由机床厂的电器设计人员随意设立了 你可以把这个按钮称为X0.0 也可以把这个按钮称为X0.1 可以把这个按钮称为0.1 也可以把那个按钮称为0.0 它是由电器设计人员来定义的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X地址呢 CNC固定好的 你是不能随意改善 这些信号都是CNC 仅仅仅处理 并执行的事件或者动作 所以把它固定好的 哪一些呢 我们看看下面这个表 下面这个表 就是CNC 直接读取的 它可以不通过 这个PMC 前面我们讲的图里面 X0.1的PMC 那么有一些它是不经过这个PMC 跳过PFM直接CNC 就能接收到 就能接收到 那么这些X地址呢 特殊的地址就是说的 就是我们这个表里面的 表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通常用的 通常用的有集体力 有集体力 有呢这个回撑的脸 这个是我们通常用的 其他可能用得到 可能用得到 也可以 也可以不用 但是这个呢 是一定要用的 集体力是一定要用的 如果前面带信号呢 表示副逻辑信号 低链比不效的 前面稍微提过了 比如说集体力信号 如果为零就表示是集体 唯一呢 反而表示集体力击除了 就是没有集体 这是X信号 X信号是 电气人员来设定的 从机床到PMC之间呢 有一些是特殊的地址 但是不同的PMC 直接 CNC直接读取 好 我们再看 Y的信号 Y的信号呢 是由PMC 输出到机床呢 是机床强烈动作的信号 比如说 主轴的正转 反转 模拟主轴 它的正转反转 它是通过变速器 那么变速器 接FWD和RMV 那里面呢 接一个 这个计定器的触点 那要控制 这个计定器的触点 就要呢 由PMC的Y 来输出给 这个 这两个计定器的线圈 可以用到Y地址 那么还有润滑呀 冷却液的开关呀 都是通过Y信号 来实现控制 PMC 提醒图的程序 根据CNC的输出处理后 输出这个信号 使得机床动作 Y的地址 也是由 电器设计人员 自由规例 这个是自由规例 它没有 CNC直接运动 那么一般呢 当机床出现故障之后 出现故障之后 你要诊断 维修的时候 首先你要检查 与这个故障 有关的Y信号的状态 Y信号状态 你比如说 我这个主族转没 如果我按了主族转 那主族转没转 我首先要检查 你这个主族正转 接主族正转的这个Y信号 看那Y信号 舒服了没有 看那Y信号 舒服了没有 手动操作 是由操作者 经机床操作面板上的按钮 按键开关等连接命令CNC 使其执行相应的工作呢 是通过X信号指定的 但是自动工作的时候 是由加工程序来指定CNC的 比如说加工一段程序 这段程序是G01 X100 Y-25F300 这个G01 是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也是前面我们讲的数字控制 它是4幅进质转的移动指定 他说是四幅进质转的移动指定 一码以后,要由F信号,F代码的这个形式, 比如它是哪个地址呢?F10的F13, 这个地址,而这个M的信号传给PMC, PMC就先处理,比如说户所处理和其他条件处理之后, 得到一个Y的信号,送到机床的前面位置形,是某一电器人间的动作。 那么这比较一个Y的信号。 从PMC送到机床的信号地址,用Y表示, 这些信号地址也可以另一指定。 这就是Y的信号,Y的地址。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G地址。 G地址是PMC输出到CLNC的信号, PMC输出到CNC的信号。 他们对于CNC来说呢,是CNC的输入信号。 它是法拉克公司设计CNC的时候, 根据机床操作的要求,以及CNC系统本身具备的功能而设计的, 是CNC执行工作的指令。 他们这些信号都是启动CNC某个动作的一个子程序。 这个系统一接收到一个某个机程序之后, 他就知道我现在要干什么的。 它是CNC控制软件的一部分。 它是根据机床的实际动作设计好的机床的强烈的控制功能。 这也是普通的一般的PMC所不具有的。 它也体现了机床专用PMC的特点。 比如说,举个例子。 这个系统一接收到G8.4之后, 它就知道我系统现在要G0了。 那么G0就发出一些特殊的指令。 还有呢,G7.2。 这个它是自动交互重新启动系统。 系统如果一接收到G7.2, 它就马上来启动加工程序。 就开始零行加工程序。 还有G29.6, 新号SSTP, 它是表示CNC停止主轴电机。 还有很多啊,比如说G43.0到G43.2, MD1,MD2,MD4, G43.5,G43.7, 这都是工作方式选择信号。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几个信号如何组成我们所需要的工作方式。 看这个图, 这是用方式选择信号去认的工作方式。 那么MD1的地址是G43.0, 这都是G信号,MD那是G43.0, 我们呢, 你用地址表示和用这个助记符表示都是一样的。 这个G43.1, 这个是G43.1, 这个是G43.2, 好, G2N那是G43.7, DNCI是G43.5。 好, 由这五个信号进行这样的组合, 就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工作方式。 比如说, 现在PMC变成程序, 使得呢, 每个使得这五个信号都为0, 都为0, 那么把这五个信号传给CNC, CNC一得到, 检测到这五个信号都为0, 那它就, 使得G4N为MD1, 也就是说G4N得到的指定, 所以我现在要转化成MD1的模式。 反过来, 如果说我现在要使这个系统变为这个模式的话呢, 那我PMC程序的任务就要使呢, G43.2要为1, G43.0要为1, 让这两个信号为1, 其他的为0, 其他的三个信号为0, 那么系统才会变成这个模式。 这样, 就是, G信号, 我们来看看, 看F信号。 刚才讲的这个G信号呢, 另外有一些信号呢, PMC是通知CNC的, 使CNC改变, 或者执行某一种运行, 比如说FIN, 我们这里也提到过来的, 它是PMC通知CNC辅助功能, M指令, 或者是换道T指令呢, 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CNC接触到这个信号之后呢, 就可以启动下一个, 加上程序段的执行, 这是G信号啊, 好, 我们看F信号, F信号是CNC输出到PMC的信号。 这个F信号, 其中有一些信号呢, 是反映CNC运行状态的。 比如说, CNC现在正处于某一种状态, 当F1.0唯一的时候, 就告诉了CNC, 现在是报警了, 这个CNC就会告诉PMC, 我现在是报警的状态了。 F102, 告诉CNC输出给PMC, 告诉PMC, 我现在禁给着欧资在移动中。 这是一类信号释放, 反映CNC运行状态。 第二类信号, 另一些信号呢, 是CNC响应X的, 响应X的信号, 告诉过, 就是通过有些X的信号, 变成这些信号之后, 那么CNC处理在这些情况中, 处理了没有呢, 响应X的信号呢, 执行某一运动的结果, 来通知PMC。 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 ST这个信号, 如果说我按了一个程序启动的按钮, 那么PMC处理之后, 就给了一个G信号, 就给了一个G信号, 告诉呢, CNC你现在要启动, 这个, 启动交通程序自动运行了, 那么, 系统就处理, 处理之后, 那么你接收到这个信号之后, 你要反复的PMC, 你到底在运行程序没有呢, 因为我反复一个STL, 这么一个信号, 这个也是F信号, 就告诉, 这个PMC, 我现在, 你告诉, 你给我的指令, 我现在做呢, 这个意思啊, 好, 第三种信号, 第三种F信号, 它是交通程序指令的, E码的输出, 主要是M代码, 那么, 输出, 输出到哪里, F10的F13, 那根据F10和F13, 你就知道了, 现在你是什么M代码, 而根据F26的F29, 你也知道, 我现在换刀, 要, 要, 这个, 换第几把刀, CNC加这个信号, 就输出给PMC进行处理, 那下面这个表呢, 就是我们常用的, 一些, F信号, 常用的F信号, 那么, 前面提到过来的, 那F6.5, 就是呢, STL, 是循环启动报警信号, 还有呢, 这个, F1.6, 是四伏准备好没有, SA, 还有, F0.7, 自动运行, 是不是自动运行, F1.0, 系统, 是不是在报警, F1.2, 系统呢, 电池, 够不够, F1.1, 复位等等, 等等, 我们就归一一列决, 这是, 第二小点, CNC与PMC, 之间的信号,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第三点, 我们讲讲, PMC, 内部的寄存器, 和参数, 在编制PMC程序的时候, 为了保存数据, 或者信号, PMC要用到一些, 内部的一些寄存器, 比如说, K, D, C, C, A, R, 是, 中间寄存器, 它可以任意使用, 存储中间的数据, 好, 这个就是一个, 纪念器, 那么, PMC-SA1, 形块, 它的, R地址, 是, R20到R, R199999, SA3, 形容的地址, 是, R20到R1499, SB7, 那是, R20到R7999, 它的用法都差不多, 就是, R, 中间寄存器, 就是中央数据的, 再看, K, K呢, 是, keeper, 保持的, 啊, 所以它是, 保持新的, 寄存器, 存储的内容, 它由, 后备电池维持, 但注意呢, 有几个存储单元呢, 被PFC系统使用, 啊, SA1和SA3的形容, 都是, K0到K19, SP7呢, 是, K0到K99, 其中有几个单元, 啊, 有几个存储单元, 被PFC系统使用, 我们后面会提到, 再看, D, D是, Data, Data, 是, 数据, 存储器, 它是, 主要用来干什么呢, 数据表, 什么地方会用到数据表呢, 这个, 你要自动换刀的话, 这个刀具, 它是一个, 刀库啊, 它是一个刀库表, 啊, 你第几把刀放在, 第一把刀, 尤其是随机自动换到的时候, 你, 第一把刀放在什么位置, 第二把刀放在什么位置, 它有一个数据表, 还有呢, 主轴变速的各种速度表, 主轴变速, 那么, 你这个, 速度有哪些档位, 这些档位, 你要把它存到这个, 内部寄存器里, 啊, 存到这个, 数据表里面, SA1, SA3的, 它从, 它的, 数据表有, D0到, D1859号, SB7的呢, D0到, D9999号, 再看, 定时器, 啊, 定时器, 定时器呢, 主要是, 存储定时器的时间, P, MC-SA1, SA3, 它T0到, T77, SB7呢, 有T0到, T4的, 每一个定时器, 每一个定时器, 要用到, 两个字节的, 这个, D值, 两个字节的D值, 一个定时器, 它就用到T0, 和C1, 用到两个字节, 再看, 计数器, C1, 的,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